我现在是在辽宁沈阳 火车马上就要进入沈阳火车站了 从沿线铁路上来看 沈阳确实是非常的气派 不愧是中国的特大型城市 沈阳呢是辽宁省的省会 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毛中心 也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 这里全市长州人口大概为920万人左右 从这个沿线也能感觉到 这座城市的历史还是非常厚重的 因为它也是有2300年的建城市 属有一朝发祥地 两代帝王都之称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东北 第一次来到沈阳 前方都是高楼大厦 城市建设确实让人非常的震撼 它这里一共是下辖了13个县级行政区 还有10个市辖区 两个县和一个县级市 全市总面积为1.28万平方千米 别称圣经奋天 沈阳站它这个站台规模运行的线路也是非常宽管的 有10台19线 沈阳火车站已经到了 现在准备下车了 出站的人还是挺多的 毕竟是省惠城市 这辆车是由内蒙国的包头开完大连的 这段也挺高的时间还是挺久的 都是大包小包队 不知道出站之后有什么特殊的严格要求 疫情防控 感觉现在太难了 去哪里都要报备 从西广城出去吧 他这边应该是沈阳比较有名的一个5ac景点吧 那个世界地质公园 好 现在准备从西广场出去 刚刚绕了一圈 必须从这边出去 现在天气有点小冷了 赶紧把外套先穿好 好 刚外套已经穿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 找旅馆等候处理了 毕竟现在这个疫情防控你也不知道 等待的结果是怎样的 好 现在刚刚走了一圈 都堵在这边了 因为这边疫情防控还是比较严格的 都要报备什么的 现在真的太难了旅游 都在这边扫码 看一看流程是怎么样 要扫一下这个审视通啊 必须就是说要报备 趴这边 刚刚又是河山又是填那个报备啊信息什么的 搞了一个多小时 好麻烦啊 现在准备出站了 这个火车站的建筑风格太美了 这次我走了这么多火车站 迄今为止看到最美的火车站 别一样的风格 这种典型的成爷式建筑风格 第一次建 而且出站之后啊 也都是高楼大厦 让人非常震撼 这也是一个百年老火的站 它始建于1899年 期间呢也改建过很多次 也改过很多次名字 最终确定为沈阳站的时候是在1905年 目前它的建筑面积约为12.11平方米 站得的规模为十台十九线 是东北第一大火车站 我们整体看这个建筑啊 它都是感觉这种对称 你看这两边的建筑它是对称的 那边从这边都是对称的 沈阳站还是特别唯美的 我们看它中间几两季都是有穹顶的 红庄围墙 线角 门窗宽 墙角洞 用白石漆成 整体来说都是红白相间 色彩明快 而且中央大弯顶上啊 还设有21个雕花圆穿 而且它弯顶四周围带有平行浮雕 栏杆的女儿墙 采光率非常好 而且还能够隔离紫外线 具有节容和美观的两种功能 这里运行的主要线路就是省大铁路 省山铁路 省丹铁路 省级铁路 日均发送客流量可以达到7.6万人尺 可以说这个数字是相当的庞大 在这里打卡拍照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古色古乡的建筑真的好漂亮 那边好像是有一个旧纸的 带大家去看一看那边写明的相关的一些简介 这边吃东西也是特别方便的 就是这边就有肯德基这些 沈阳站地铁 很多人都在这里打卡拍照 沈阳站确实随处一拍 都是这个大片 非常唯美 这种建筑格调我也是第一次建 这边是商务候车区 商务候车区我之前去过 那里面的零食什么的都是可以免费吃的 你如果说你买个短途的 那肯定吃得回来的 这边是凤天忆 旧旨 它是时间约1908年 大家仔细看一看 我就不好多说 反正这些建筑的都是历史的见证吧 它这边有一个复兴号的模型图 文明城市 文明城车 文明旅游 在这个后面 我也发现了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就是用这个被围了起来 它上面有介绍 这边就是他们的出租车 管理的非常好 规划的也非常的好 它这边是禁止跨越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 在火车站这边 能有这样的一种建筑 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给大家看一看吧 这是一个苏联将士的纪念碑 之前是苏联后备加尔坦克军 将士纪念碑 苏军纵完将士遗体 隆重一战苏军烈士陵园 就是一个纪念碑 大家可以看看 从这边可以更好的观景 是不是非常的震撼 让人热血沸腾 这种场景 从这边给大家整体华士座 那里的全都是一派高楼大厦 进险沈阳的繁华 好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